大家好,然后我现在呢是在一个深圳的朋友家 然后上一期节目呢给大家卖了几双鞋之后 发现大家反响还不错 然后啊,要介绍你吗? 不用了,低调一点 OK,牛哥啊,就叫牛哥好了 他这边呢也有一些鞋子想让我帮他出售 所以今天就来到他家 话不多说,我们就先看是哪些鞋子 然后是什么价钱 然后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讲啊 大家买到这些鞋子的方式好不好 那我们就一双一双看 OK,第一双鞋子呢是乔丹的八代Retro 这双鞋子我之前给大家拍过节目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当时拍节目的一双鞋子是吧 OK,然后 就是这双乔丹的八代 然后这双鞋子呢是全新的 是全新的吗 OK,你可以说话没关系 然后码数是US11欧码是45码 售价1000人民币包邮 OK,所以这个就是第一双鞋乔丹的八代Retro 这双鞋子有穿过的 然后橙色大家 你穿过几次啊,有印象吗 也就三次以内 三次以内 OK,所以三次以内 然后这双鞋子的话 橙色大家通过视频自己看啊 我就不太多做介绍了 然后这双鞋子卖300块包邮 OK 其实我觉得这双鞋子这么大鞋盒 你的运飞应该会很感人 OK,所以这个鞋300块 然后下一双鞋 三双鞋子呢 是这双还是詹姆斯的球鞋啊 所以你就特别喜欢詹姆斯呗 OK 然后这个是詹姆斯的使节9 码数也是11码 所以牛哥就都是11 他就是11号的脚 所以45码 然后这双鞋子是全新的 配色看一下 就是这双鞋子 然后是XDRD也是全新的 这个他前掌有7.m呀 有写zoom 他看不太出来 后掌有 对 然后全新的 这双鞋子也是卖300块包邮 OK 所以祝大家好运 接下来一双鞋 一看鞋盒就是乔丹的了啊 然后激动人心的时刻看一下 马术先说一下是乔丹的12代 马术还是11码 然后欧马45 就是这双 白红 这双鞋当时刚发行的时候 还是挺难买的 嗯 对 现在我不知道价格也上去了吧 对 然后这个颜色还算是辨识度比较高了 对 然后也是全新的 OK 所以挺好看的啊 这双鞋子是1399 顺风报忧 OK 马术也是45 然后接下来一双鞋子呢 是hyperdunk 2017 Flyne 就是编织来的 然后这双鞋子 实战篮球鞋吧 应该是各个位置的人都能穿 就是这双也是全新的 哎 牛哥你太浪费了 这哈哈哈 买来都不穿就直接卖了 我操 然后马术也是 是US11 然后45码 然后是编织面来的 699 也是顺风包邮 接下来一双呢 看鞋盒又是一双实战鞋啊 然后这双鞋是hyperdunk 2016 是2016 然后这个马术 注意是US10.5 就是44.5码 跟之前的几双不一样啊 然后呢就是这双 哎 这双其实还可以了 我觉得 然后这双也是穿过的 对 你还记得穿了 穿过一次 穿 都没打比赛 对就走路穿 哦 行 没打过球 OK 然后呢 这双第一帮的hyperdunk 然后马术是44.5 价格是300块 顺风包邮 OK 然后橙色的话 大家二手的就再多看一眼啊 自己判断一下 对 牛哥肯定没穿过多少次 他买鞋比我还疯狂 再来一双呢 看鞋盒 老观众应该能猜得出来 这是乔丹的第几代啊 这个就是乔丹的 呃 这个好像是我在台湾给你买的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自作多情啊 然后这个是乔丹的13代 马术的话也是US11 就是45码 这双其实是我觉得比较经典的一双 他的乔丹的配色 你怎么就舍得卖了呢 这个之前的时候还蛮贵的 然后去年复刻了之后 好像就开始价钱降了一点点 OK 然后也是全新的对不对 然后这双鞋子呢 卖899元 包邮 OK 全新的 下一双鞋呢 是 还是乔丹 然后乔丹的15代 OK 然后 是全新的吗 全新的 哇 吃个尺呀 好 然后这个呢 是全新的乔丹15代 然后这个配色好像不是那么受欢迎 所以呢 价钱也订的比较低了 所以呢 这双鞋就卖600块 人民币600块 然后也是包邮的价钱 全新的 然后45码 大家可以仔细欣赏一下15代 哎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气垫 哎 去年不是 是不是7代阉阉阁了吗 不知道有没有 应该有吧 哈哈哈 不一定 OK 所以呢 就600块了 反正也是招待的鞋子 好歹是正代 对不对 嗯 接下来呢 是杜兰特的球鞋 KD10啊 看鞋合计 应该能看得出来吧 然后呢 这双鞋子的码数是US1145码 对 然后看一下配色 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叫什么 白噪音配色吧 我瞎叫 我叫奥利奥 奥利奥 也有可能是奥利奥 哎 这个都是 这些鞋都是你自己买的 还是 我自己买的 单位发的 这是我自己买的 嗯 然后也是 这些是西单商场买的 OK 也是全新 9代的话会有断管 10代的话就好很多 OK 然后呢 这双鞋子就卖699元 全新的 OK 也是包友 所以 喜欢的小伙伴 喜欢多了 我觉得这个颜色可以当休闲鞋穿 挺有看的 那你还卖啊 卖 哈哈哈 我再没机会穿 OK 然后这个顺便刚刚看到了 也是XDRD 就是耐磨橡胶 可以打外场的 接下来呢 是一双NMD 我挺喜欢NMD的磨砂鞋盒的 感觉挺高贵的 然后呢 它的码数是 UK的10号半 UK10号半 其实就跟之前的那几双一样啊 就是45码 大概是这样子啊 长度是228厘米 然后呢 是一双全新的 NMD 是全新吧 全新 写称都还在 对 然后这个就 这个季节穿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卖 499元人民币 好 你买来多少钱 1000多吧 好擦 就是在三里团专卖店直接拿回来 那你就卖一双CREEPY好呀 哈哈哈 詹密卖科比的鞋 简直是在 定的这个价钱 简直是侮辱科比我跟你说 然后码数呢 是US11 然后也是45码 配色盆 应该是大红那个吧 对 大鞋盆 对 就是这双大红配色的科比 也是全新来的 对 然后这双鞋子呢 价钱是399元人民币 OK399包有全新的 所以想买耐克的学生党呢 可以这个价钱 可以考虑入手一下 只有向脚试过 啊 你还试过 试过 但是看着鞋底还干净的 对 你没打球是吧 哦 明白明白 这个也是早年我在当学贩子的时候 卖过很多双的这个 对 这是你给我买的 啊 这我给你买的 好像是 香港马云 哦 那很可能就是我给你买的 好像是 然后呢 马术US11就是欧马 45马 都一样啊 全新的 就是这双 叫黑银啊 然后这个鞋子之前当时刚出来的时候 还没什么人要 但后面价格就一直在涨 我刚刚看淘宝 就这个马术已经到1900了嘛 对比较难找 但是挺好搭配的 也是一双全新水晶底还是水晶的 这双鞋子呢 全新45马 卖1299 包邮 这双鞋子是乔丹的7代 然后马术 也是US11 你就全US11 对 然后45马啊 然后呢 颜色的话不是OJ配色 但是也算是比较好搭吧 还比较适合这个机械 然后这边应该叫磨砂 还是鸡皮的感觉 对 所以这双鞋子也卖蛮便宜的 699元 包邮 OK 代元和一起会寄给你 后面还有三双 这三双应该是我比较喜欢的 这双还有保罗乔治 还有那个三代 OK 然后首先第一双呢 就是BOOST的啊 还是BOOST 然后马术是跟刚刚一样是UK 注意是英马UK 10号半 然后是28厘米的 这双 对 是鞋面是编织的 然后全黑的 然后牛津底 但是这双鞋子鞋底有穿过嘛 所以有点小脏 但牛哥我跟你讲 他不会穿很多次的 这个真的穿过一次 对 穿过一次啊 哇塞 出去溜达了一张 哇 那你的折旧 比我平时那个鞋子折旧还还要大 然后这双鞋子卖599包邮 对 所以如果想穿NMD 我觉得这个配色挺值得入的 哦 因为这是二手的嘛 所以大家还是仔细仔细自己看一下 喜不喜欢啊 如果刚刚全新的 我就没有太多拍图片 因为反正都是全新的没什么好看的 对 不过这个也还好啦 599我觉得值得买 可以最后两双 还剩两双 两双这两双就是我最喜欢的了 第一双就是保罗乔治 当时我给大家拍鞋瓶 也是拿这双鞋给大家拍的 就是牛哥的鞋 然后这双鞋子还是US11码 保罗乔治的一代 我觉得二代 二代的鞋瓶很快会给大家出 但我觉得一代更好看 而且这个配色是限量的 对 然后这个鞋子 它的特点呢就在于当时14000双 还挺难抢的 当时保罗乔治的鞋刚出来 这边还有编号 然后呢也是一双全新的鞋子 喜欢保罗乔治像我一样的啊 不过这个不是我的码 所以没办法 所以你们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收一双这样的保罗 我觉得保罗乔治以后的鞋子 可能不像这个一代这么火了 他现在好像 不像以前在那个步行者队的时候的表现了 对 所以这双鞋子应该是他最值得收的一双 这个价钱定1200 顺风保有1200元 全新的 最后一双呢是我最喜欢的 这段时间三代不是发了很多鞋子吗 就什么黑水泥白水泥 然后去年又发一双就是这个 再给大家写苹果 然后打开看一下 在哪啊 毕生体育大厦 在那个王府井 王府井啊 OK 然后 来看一下 全新的 白蓝 是不是还有一个小盘 对有一个小盘 小盘还在 OK 然后这个颜色也不差吧 如果你这段时间有买了黑水泥白水泥的话 你可以再买一双这双 凑三双 基本上三代就所有值得收的配色你就都有了 全新卖 999元 顺风 包邮 我觉得这是这里面最值得抢的一双 你确定要买 嗯 卖了 最近经历了什么 连这种鞋都卖 OK 还卖这么便宜 OK 那以上的可能十几双鞋吧 就是这期节目要要出售给观众 如果观众需要的话就 一个比较好的价钱买到你们喜欢的鞋子 跟大家说一下购买这些鞋子的规则 因为 通过上次的经验 我觉得就算这次的数量比上次可能多了很多倍 但是可能还是供不应求 所以的话 就还是先到先得 然后呢 买鞋呢 一共有四个步骤 第一步的话就是扫描这个二维码 这是士德姐姐的微信号 扫描二维码 去找他买鞋 第二步的话 加了他的微信之后呢 就直接微信转账 注意这直接微信转给他钱就行了 三步呢 就是你转给士德姐姐钱 然后士德姐姐把你的钱收了之后呢 你就把你的收获地址 注意要有地址姓名电话 三样一个都别少 发给他 第四步的话就是等那个鞋子寄出之后 士德会把单号 应该是明天 明天星期天 应该明天就会给你了 所以明天就寄出了 所以就不用再催了 另外 如果你给士德姐姐转了账之后 他没理你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鞋已经卖出去了 然后这个转账呢 24小时之后 微信如果不收款 他会自动退回给你 所以你就不用再问了 另外注意 就只支持微信转账 没有支付宝的 因为微信转账 24小时之内不收款 可以退回去嘛 是吧 你支付宝 你光机全转给他 他到时候就搞不清了 所以就直接微信购买 然后就四步 扫二维码 加微信 转账 留地址等单号 简单 还有一些观众想自己出售你们的鞋子 那你们可以在我的微博下方留言 留言 比如你要卖鞋 你就留言 这种评论我是不会删掉的 这样其他观众看到的话 就会私信联系你 一双两双的话 你就直接在我微博下方留言 然后大家就互相自由交易就好了 好吧 其实我们就这样了 你有什么想跟观众说的吗 我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五财新秀 OK 那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了